貴小人生 貴小人生 哈囉大家好 我是Kiki 不要懷疑我又來到日本了 不過這次因為是過年跟我們家人一起來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機票超貴 一個人來回是三萬一千塊 完全不值得參考 不過我們家在疫情前其實就滿常來東京玩 一直想要繼續看別的城市 所以今天主題就是 東日本青森旅遊攻略 我們今天除了會用東日本加PASS 玩爆青森之外 這次還特地在三個月前就預計人一間 一萬一萬台幣的雪森林飯店 晚上還有冬季限定的兵鋪點燈 那我們現在要準備到東京車站搭東北新幹線 親往青森囉 目前如果要從日本境內從東京到青森 最快抵達的方式就是搭乘東北新幹線 大約要三個半小時 那如果大家有計劃去東日本玩 強烈建議一定要購買JR東日本鐵套週遊券 這樣就可以在五日內任意搭乘 東京仙台山形青森的十幾個城市的JR鐵路唷 不過東北新幹線只有到新青森站而已 鐵道上還遍布積雪 如果想要到青森市去玩 記得還要再轉大一站驅艦車 才會抵達青森站囉 我們剛剛到青森了 我身後這個就是睡魔博物館 然後這邊是Air Factory 那青森呢是日本東北最靠海的城市 所以我們現在身後這邊 就是大海 所以這邊才有一個船 我們第一站先去Air Factory 青森最有名的就是蘋果 哇 這是雪嗎 怎麼家人之間是這樣子 那我就不客氣了 啊 沒打到 這群人 我看他們第一天可以玩雪 第三天還會不會想要玩雪 哇靠 這個Air Factory也太大了吧 這邊就是紀念品區 紀念品區幾乎都跟蘋果有關 光是蘋果乾就有超多種類的耶 有這種薯條狀的蘋果乾 然後切片狀的蘋果乾 還有這種一般水果塊狀的蘋果乾 晉級的蘋果乾 剛剛那個只是蘋果的塊狀 就是比較紮實的 這個是真正的薄片蘋果乾 然後就有各種種類到甜度這樣 然後Air Factory這邊有兩家冰淇淋店 一個是Gelato 就是那種希臘冰淇淋的 全部都是各式各樣甜度的蘋果 還有不同的品種 然後這邊就是雙麒麟 雙麒麟的話它還有做小雞造型 然後是小牙角型這樣 高熱量第二彈來了 我媽剛剛又點了一個Gelato 而且它很有趣耶 它三球450 然後兩球也是450 那當然是點三球啊 很好吃耶 可以吃得到那個蘋果皮 我真的吃得出來不一樣耶 它每一種蘋果都好好吃 可是每一種的甜度跟酸度真的是完全不同 原來蘋果有這麼多差別啊 好可怕 剛剛那個Air Factory這樣逛了一圈之後 滿滿的戰利品 先結帳 我們現在還沒有逛第二個點耶 哇 我們到第二站了 這裡就是青森谷川市場 我們拿到餐券了 這個一張就是一個食材 然後從那邊開始 你就可以到各個攤位 煮成你自己想要的海鮮凍 我們拿到餐券了 這個一張就是一個食材 然後從那邊開始 你就可以到各個攤位 你就可以到各個攤位 煮成你自己想要的海鮮凍 朋友們 我自己煮完我自己的海鮮凍的 超級豐盛 我把食材券都用在這邊 然後再另外用現金 加購了生蠔兩大顆 大顆吧 它的生蠔不是那種很肥美的 可是是很紮實脆脆的這樣 我爸剛剛問我說 這個生蠔是冷的喔 我說當然啊 它叫生蠔耶 那你知道它變溫的話會變什麼 溫蠔 溫蠔 好快樂喔 這種爛梗之後我爸媽會笑 鮭魚大片 嗯 喔 加了芥末超好吃的欸 真的啊 我覺得它芥末超好吃的 我姐說我這個玉子燒叫做乾式 我覺得它超好吃 它甜味剛剛好 不會那種味淋加很多的感覺 但是它的蛋味又很香 今天的重頭戲 甜蝦 沒錯 再來就是我們的甜蝦 超大 它沒有臉寬欸 超晶圓的 我臉已經很大了欸 哇 好好吃喔 其實我覺得古川市場最有趣的是 你可以自己選那個食材嘛 然後你就可以挑說 啊我想要吃這個 我想要吃不同的口味這樣 然後每一個食材都小小的 所以你就吃各種你想要吃的東西 每一個願望都實現的感覺 我們現在在前往青森美術館路上 只有你們看 路上 全是雪 這個雪真的是超厚的欸 蛤 蛤 啊 有一個手印 爸爸 蛤 蛤 這邊很無理喔 蛤 朋友們 我們終於到了 好難抵達喔 因為青森下大雪 所以它把那個人行道都封住了 我們來的時候只能走在車道上 而且原本我們下公車之後 只要走五分鐘就倒了 但因為雪被封住 所以我們又再多走了十五分鐘 欸好扯喔 這個是烏鴉的腳印欸 这里有一个永种的乌鸦 那边就是美术馆了 日本人都说青森有三宝 苹果 衰魔戟和美术馆 有别人美术馆可能很无聊的印象 日本有许多艺术家都从青森出身 形容大家最耳熟能详想的 应该就是奈良美智 它也是青森人的骄傲 因为奈良美智的作品 不但促进青森县的观光发展 也有许多游客是为了 这只青森卷慕名而来 而广外的这座身子 则是奈良美智 送给青森美术馆十周年的生日礼物 那学中看艺术品 真的是超棒的全新体验啊 看完美术馆之后 我们又回到车站附近 参观睡魔博物馆 一个人入场费 是620元日币 青森的睡魔祭是东北三大祭典 通常会在8月举办 每一季都能吸引大约200万名游客 相传睡魔祭是从古代中国的七夕祭演变而来 因为夏天很浓活繁重 为了抵抗农活带来的困意 睡魔祭 AKA驱逐睡魔的传统祭典就这样诞生了 不过大家可别小看这些睡魔灯笼 师傅们从草稿、制作骨架、胡植到卓舍 通常都要花上一年的时间 才有办法做出这么壮观的作品 而且每一年都会举办睡魔灯笼大赛 如果从睡魔大赛获奖 作品也会被放在博物馆里展出哦 大乌安终于来到今天的重头戏了 因为我们等下要出发前往远德耀命王国 AKA新野集团的奥入赖西流酒店 那为什么我说它是远德耀命王国呢 因为这间饭店是日本唯一一个 盖在国家公园奥入赖西流旁边的度假村 如果从青森搭巴士的话 大概有两个小时的车程 不过新野集团还蛮贴心的 他们在青森还有巴护展都有提供房客免费的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要搭巴士 巴护展的接驳车晚点到饭店之后再开箱房间给你看咯 太扯了 我们抵达饭店了 这就是我们的饭店入口 然后它是用巴士载大家来的 太夸张了 里面是要多大 它居然有这种机场的行李推车 哇 超扯的 那片雪景 这是我在官网上看到的 不会是我期待三个月的雪景饭店 check in 完之后 映如眼帘的就是大厅这座落地庄雪景 工作人员也会在巨型围路下生活 让住客可以在室内暖哄哄的欣赏雪景 饭店也会配合天色 适时打登在树上 此外 下午的迎宾时间 饭店还会提供超好喝的苹果汁 以及各种品上的酒精喝到饱 哇 太扯了 我们刚进来的房间了 这个房间的view真的是shock到不行 首先进来呢 是玄关的部分 玄关超大 这应该就是给你放行李 把行李搬上来用的 再来就是一些茶包啊 热水壶 然后下面是冰箱 冰箱蛮神奇的 意外的很小 然后里面的水是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房间了 哒哒哒哒 这有点意外的是它虽然是榻榻米 但它是三人床 再加一个下面的一人床这样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梳妆台 房间的垫子还蛮小的 但我觉得它是要我们 专心的看这片雪景 这雪景真的很有冬季练歌的感觉 外面全是雪 然后那个树上一颗一颗的 超像棉花糖的 然后从木门这边推进来呢 首先会看到是领域间 领域间小小的 而且它没有浴缸 目的就是要大家到外面泡汤这样 因为它们的汤屋很厉害 然后这边就是免制马桶 免制马桶是偷偷的 但不会升起来 然后这边有四个篮子 目的就是让你这样一篮 然后里面已经装好毛巾等等的 让你提去汤屋 那这一次我们之所以可以入住 这么高级的雪森林饭店 要特别感谢本集的干妈 Dashin Diva 而且不晓得大家没有注意到 我这次的支架有特别搭配雪地风格 这个bling bling的 还有雪花板 全部都是我自己做的 因为Dashin Diva他们家的产品就是主打 在家也能轻松做美甲 像我手上的这个 就是他们家的Glay系列 使用方式真的无敌简单 把你的手清洗干净之后 美甲盒里有提供一根小木棍和抹甲片 让你可以整理指甲周围的手皮和纸圆 修完之后 记得先用酒精棉片擦拭甲面上的油和水分 然后再选择自己喜欢的美甲图案和合色尺寸 把保护膜撕掉之后 就可以用指甲剪稍微修剪一些多余的贴片 但剪完之后 大家记得先不要急着细修形状 因为还要用凝胶灯烤45秒 让甲面硬化之后 再用指甲挫刀打抹甲圆 这样就能够拥有沙龙级的光疗指甲啰 那如果你是超级瘦餐人 我会建议你们直接使用他们家的Magic Quest系列 我简称它为水水的懒人神器 和前面的步骤一样 洗完手用酒精棉片清洁完甲面之后 从美甲盒挑选适合你的图案和尺寸 一盒一共大约有30片 尺寸很多水大家可以不用担心 选出美甲片后 将透明条对准甲面下方 再将透明膜撕掉直接贴上 则就按压一阵子之后就打工告成啦 两个系列卸除方式也超级简单 现在木棒上沾卸妆油 然后再从指甲边缘的缝缝轻轻推开就可以卸掉了 听完我介绍之后 你们是不是觉得超级无敌简单 而且如果你是平常有在做美甲的人 这两个系列应该可以帮你省下不少荷包 尤其是逢年过节最适合做美甲季节 万一你想要找人拆卸 然后结果发现美甲店没开就会很麻烦 我个人还蛮推荐这种懒人美甲贴的 那如果你们在贷心地方有兴趣的话 我再把购买连结放在资讯栏 欢迎随随我们到下方了解更多产品相机喔 朋友们看看我们的晚餐 我们每一个人都满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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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觉得它有一个好处是它每一份 给你尝鲜尝鲜这样 所以你份量也不会太多 我又可以吃得很多 我现在吃看它的牛肉 这牛肉是现出炉的 而且它这里好酷 它还可以自己选那个苹果派 然后苹果酒 你想象的时候各种苹果料理都有 它的牛超爆弹的 甚至它连炸梵力贝都有 等一下我要记录你的反应 是不是很好吃 可是它比真的梵力贝还要更好吃 真的 你看这个食物 你看看这个食物 你看看这个食物 哦 哦 嗯 这个苹果汁又跟银冰的那个苹果汁不一样 好惊妙喔 苹果厨房 没料到会是这样 今天的除夕大餐 真的今天是除夕大餐 而且它的食物真的都很厉害 嗯 各位跟你讲 它的饭太惊人了 因为它的米饭是用奥入赖溪流的水去种植的 所以味道超爆好吃 再加上它的那个 梵力贝咖喱 我真的很恨我只有一个味 而且我爸甚至给他一个至高我上的评价 他说苹果厨房就只有一个缺点 他把所有的好东西都摆在一起 你会不知道要吃什么 这还不错啊 我吃过啦 不是冰冰的 其实12月到3月也算是奥入赖溪流酒店的旺季 因为他们的冬季活动很多元 包括冰铺观光巴士 雪地践行等等 所以这段时间总是一访难求 我提醒大家 奥入赖溪流酒店的季节限定活动 都是要事先在网上预约的 当天入住才预约的话 极有可能像我们一样大普空 这年饭店没有提前通知旅客 个人觉得算是一大扣分 但幸好我们最后还是有搭上 冬季限定的冰铺灯光秀 饭店会带大家到两座已经结冰的大瀑布前拍照 所以灯光的变化还有大雪分飞的雪景 真的是人生必看一次的壮观体验 哇这个雪超深 哇 哇 你要绕一圈环境都可以 这个水在这个瀑布后面 这个水在这个瀑布后面 我天天没好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 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行程 所以现在就要离开这样的地方 那希望你们会喜欢这一次的青森攻略 还有奥陆莱西酒店的开箱 那这影片就到这边咯 如果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追踪我的Answer和Facebook 我们下个城市见 拜拜 i lai i 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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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